这次异想世界走访香港 除了胡德夫到香港开演唱会 台湾也有70多个文创品牌 跨海去香港开一个月的快闪电 香港这两年年轻人也开始流行 首座的创意 因此他们先到台湾来实习 了解台湾的年轻人 如何从在地文化出发 并且从创意市集找到获利模式 实践他们的梦想 这几年香港社会环境剧烈改变 年轻人对香港的现况 有很多无力感 有些人开始想要自己掌握未来 我是香港人 我是Yoyo 我的梦想是 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可以寻找自己的生活 靠自己的设计外生 可以开一个手作小店 这群香港年轻人 梦想着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 靠创意勇敢前进 我是香港人Pan 我想移民台湾 因为台湾的生活和文化 都是非常慶望的 借鉴台湾从文化里找到自己的未来 这是这群香港年轻人共同的想法 他们今天在台湾的五家文创小店里当店员 因为台湾已经发展了十多年的创意市集 在香港正悄悄萌芽中 香港的环境其实不太能够让手作人 真正能够毫无负担的 去专心的做手作这件事情 其实在香港我看到这一年 慢慢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大环境的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前阵子的雨伞运动 像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让香港的年轻人 可能有了一些想法上面的不一样 但是真正策略的原因 我认为其实在整个大的时代来讲 像现在全球 年轻人其实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 失业率攀升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好的薪资 然后很多租金 房子 空间 其实这些都压迫我们这个世代 如何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 她是悠悠 在香港创立羊毛毡品牌已经两年了 假日会去摆摊 赚了点钱 日子还过得去 但家人难免会为她担心 我妈妈每次看到我在戳的时候 她都会想说 你就戳出这一块一块的 那你就拿这些去卖咯 有人会买吗 然后每次摆完试机 然后我跟她说我有赚了 然后我妈妈可能还算我说 那也没有赚多少吧 如果我是可能我不会买 梦想当然需要踏实的前进 台湾的创业市集发展得比较早 这次跨海到香港来跟年轻人交流 看看台湾如何用创意开始创业 这次我们来大概将近有70个品牌 我们就租了五间快闪店 有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跟大家介绍台湾的70个 来自南北各地的青年文创的品牌 每一个品牌我觉得都有他们背后的个性 那我觉得大家来购买 其实就会有它对于这个商品背后的认同 那这个认同的背后 其实就是一种价值的交流跟交换 这里是香港新的文创中心PMQ 是年轻人展现创意的地方 台湾的五家文创商店征店员 特别选了七位对文创有热情的年轻人 先到台湾来拌干净 如果你很单纯的只是很简单的去请一个工读生的话 他只会告诉你多少钱 他卖商品 但是当他如果能够理解这个品牌背后 他要做这个手带 他为什么有这个半糖去冰的T恤背后的想法 特别是他们就住在那个大稻城的附近 所以他会能够理解这些生活空间或生活的形式 怎么去影响这些设计师 他们在做创作的一个想法 除了拔干净 更多是了解台湾的文化底蕴 如何为年轻人创造出一条路 这个灯我跟这个设计师沟通的比较多 因为他是香港人 但他的studio在台湾 而且他的灯都是很环保的 用漂流木 然后很多都非常珍贵 香港这几年社会环境剧烈改变 年轻人想要改变现状 掌握自己的未来 梦想只需要一点点鼓励 就会发芽茁壮 他有鼓励我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可能你会遇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可是你也要继续去做 对对对 每一个梦想在成真之前 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你坚持下去 那个梦想成真就值得了 想做就去做 好像蛮爽的 但是不到 妹子 瓶 f 看 就是 把它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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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起